大家好 很多朋友反映 自己扦插的蟹爪蓝总是扦插不成功 扦插 长出新芽来之后 过段时间还是出现烂根的问题 尤其是夏季这段时间 因为蟹爪蓝它是属于一种肉质多汁植物 所以我们给它做扦插 如果稍微不当 是非常容易烂根的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可以给它经常浇灌这种二美林 尤其是扦插下去之后 还没有长根或者是长根没有多久 我们一定要给它进行土养杀菌杀毒 因为这种二美林 它是针对土养杀菌杀毒的 而且它又比较低毒 比较晚保 同时这种二美林 它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 让植物的根系长得更加活跃 长得更加的强壮 我们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兑好水之后 大概一个月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或者是一个半月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如果说土养中物的续菌太多 病菌太多 蟹爪栏的伤口 就会很容易受到续菌的感染 出现腐烂 所以说我们想要扦插成功力高 一定要给它使用二美林来防治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扦插的蟹爪栏 百分百成功 而且长根快 如果说大家经常扦插蟹爪栏不成功的话 只要给它进行土养杀菌杀毒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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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